再来,讲民主 哇,那释迦牟尼佛最民主了 释迦牟尼佛讲的释迦牟尼佛 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尊重 民主就是尊重 是怎么站在那个角度 一切大地的众生 一切大地的众生 统统有佛性 你要尊敬他 在座诸位 我一个人都不敢看不起诸位 因为你们是未来的佛 要绝对的尊重 绝对的随喜 绝对的赞叹 哪一个思想家 哪一个大哲学家 有办法讲得像佛陀这样的民主啊 美国讲民主啊 美国讲民主啊 对不对啊 美国过去讲多少战争啊 美国以前也是这样子 人民抗议啊 抗议的时候聚集在 政府的重要的地方不解散 美国照样开枪 美国也是开枪啊 扫射啊 美国以前发生这种事情啊 跟政府挑战啊 开枪啊 是不是啊 美国认为是一个很民主的国家 真正的民主吗 如果美国真的民主 有伊拉克战争吗 对不对 当然它有它的原因啊 是美国帝国主义啊 美国式的民主 不一定适合我们中国人的民主 不一定啊知道吧 因为时间空间不一样 美国式的民主 也不一定能够适应欧美 以美国式的民主 也不一定能够适合俄罗斯 俄罗斯 全世界大家都在讲民主 我告诉你 都没有摸到门 没有摸到门 那民主 大家民主的方式不一样 伊拉克我也说我很民主 那美国我也说我很民主 那两个民主的观念不一样 怎么样 又干起来 那叫民主吗 佛法没有这样讲的 佛法 容纳一己的存在 才能成就自己的伟大 改变别人不如改变自己 所以给不同的意见的人 是绝对的尊重 但是这个事件很复杂 很多事情 全部用民主 的确有困难 譬如说 我们要建一个水坝 美容要建一个水坝 政府如果想建 人民就抗议 在哪边要建一个 垃圾焚化炉 臭气熏天 臭气冲天 政府要建 人民反对 谁是谁非 很难讲 长江三峡大坝 长江三峡大坝 在台湾 绝对建不起来 台湾太民主了 大陆那个长江三峡大坝 动用到 多少的设计师 当他水坝建成的时候 淹水起来 要牵动 多几百万人 要牵村 要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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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今天不要说 牵动几百万人 在台湾 你一点点的少数的人数 你根本就见不起来 所以我相信 思想家 哲学家 立的理论 其实本意 是好的 后来的人为因素 就变成 种种的误会 扭曲 或者是狭隘 变成 自私 的工具了 就变成这样子 那么 法界 延起 就是 毕竟空 作为你悟到 毕竟空 救星 就是自由 就自在 你悟到法界 毕竟空的 元起法 就了解 民主是 是什么东西 如果你悟到 人人都有 复兴 你就知道 万法平等 所以进入佛门 才是真正的 自由 民主 真正的平等 那么 我们 务必要 念观世音菩萨 务必要让 内心 心灵 彻底的解脱 时间有限 我们看 观音 灵感歌 那么这个 不困难 歌词 我们先念一遍 那么观世音菩萨 大发慈悲心 恭行海洋声 驾慈航 杜弥精 感化有缘人 这文字都简单 十四种无畏 这后面的注解 第一 有注解 十四种无畏 主委 一定要弄清楚 不是观世音菩萨 有十四种 不怕 不是这个意思 是说 十四种 你好好的念 那么观世音菩萨 有十四种 情形 观世音菩萨 会令众生心无畏 令你的心无畏惧 比如说 一个不会生孩子 结婚不会生 公公婆婆 也不疼爱 他就畏惧了 恐惧了 好好的持练 观世音菩萨 宋普门萍 求男得男 求女得女 让这个善男 信你们 得子 得到一男 伴女 然后呢 心无所畏惧 无畏 是这个意思 三十二化身 就是应以佛身 得度者极限佛身 而为说法 应以菩萨 得度就化菩萨身 应以同男同女身 得度就化 同男同女身 得度 就三十二化身 在第二个注解 千手及千言 祥福众魔君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灵感观世音 连坐永慈云 随处献今生 阳之水 撒凡尘 甘露润情生 滋润 润 是吧 因为我们 这个新加坡 我们 这个观世音 菩萨灵感歌 在台湾 二三十年前 就有了 就是根据 苏武牧阳 那一首歌 那么 词改变一下 曲是一样 词改变一下 那么台湾 很多都是大人唱的 唱得很庄严 那么我们这次是新加坡的 聊量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 聊量 流通处 提供的 那么 这儿童唱的 是轻快 那么是活泼 可爱 大人唱 是很庄严 那么小孩子唱的 很好 就是非常活泼 非常庄严 他的音乐配得很好 配得很好 因为个人 喜欢不同 那么 看个人的欣赏 那师傅呢 觉得这个 新加坡的儿童合唱团 唱得很好 那么 朝念观世音 目念观世音 念念重新起 念佛不离心 永离八难 八难就是灾难的八处 你生长在那个地方 就没有 不能听到佛法 叫做 八难 就是没有佛法的地方 就是一种灾难 为什么 不能解脱啊 听到佛法的人 他就有机会解脱 他就能了生死啊 没有听到佛法 他哪里有机会呢 所以 佛经里面讲 所谓八难 就是八个地方 是一种灾难 就是因为没有佛法 一切灾殃 苦恶化为尘 我们简单解释一下 一 十四种无畏 据嫩言经 卷六记载 观世音菩萨 以金刚三昧 无作妙力 什么叫金刚三昧 其实这个指的 金刚 就是不生不灾的涅槃 因为观世音菩萨 原正 捏盘妙心 就是金刚三昧 就是自信起作用 无作妙力 无作就是 不是用意识心 意思就是 观世音菩萨是如来 是正得佛果的 是以前 佛再来的 古佛再来的 就是正法明如来 再来的 无作 就是不假造作 自然显现的妙力 就是不做意之利用 以诸师方 三四六道 等一切众生 同一杯羊 诸位 什么叫做杯 什么叫做羊 头部往上看 叫做羊 头部往下看 叫做腹 头部往上看 就是羊 第一个 杯 就是指观世音菩萨的 拔苦 羊 就是渴望 知道吗 因为观世音菩萨 正得了法界金刚 无作妙力 金刚三昧 无作妙力 所以法界 通的众生 通通渴养 观世音菩萨 来救度 叫做羊 那么 悲了 观世音菩萨 大悲 要救 一定要拔众生的苦 令主众生 获得十四种 无畏功德 记得 令众生 获得 无畏的功德 所以这个无畏 无畏诗是很重要的 以前 我们去参功那边 那时候师父学佛已经两三年了 两三年的时候 会引导一些 冯甲大学的 初学佛法的 去进参功 去参加联姻式的 灾界协会 但有一个人 有一个大一的心声 一进去 一看 因为参功那边 这个灾堂 前面放一尊观世音菩萨 然后呢 上面写无畏诗 这个大一的心声是台湾人 进去有他 无畏诗 他说 以前 要是怎么 吃不怕 吃不怕 不是怎么 这无畏诗 意思就是 国瑜在这 是不是不怕人家吃 叫做无畏诗 不怕不吃 叫做无畏诗 我说不是不是 无畏诗 是观世音菩萨 慈悲 不会让众生有恐惧感 叫做无畏诗 知道吗 令众生心 无所畏惧 叫做无畏诗 不是不怕不吃 差太多了 再来第一 令主众生 获得十四种无畏功德 也就是一 不自观音 以观观者 因为观世音菩萨 修耳根言通的 不自观音 不会拿这个音声 以观观者 第一个 第一个观 叫做能观 观者 就是所观 他不会拿这个音声 来变作一个能观 跟所观 意思是观世音菩萨 已经正在金刚上面 叫心静一如的意思 就是不自观音 就是不拿这个外在的音声 化为一个能观 一个所观 因为音声就是 清静自信的元起 元起相 没有二相 元起相就是真如相 所以不自观音者 不自观音 以观观者 观世音菩萨 不会拿外面的 这个音声 化作一个能观 所观 众生都是这样 听到美好的音声 心都跑掉了 一个能听 一个手听 心就跑掉了 就迷迷茫茫了 观世音菩萨 知道音声是幻灭的 幻灭就是实相 的显现 元起就是实相 使受苦的众生 急得解脱 让受苦的众生 就得到解脱 视为无畏 第二 知见贤富 我们平常叫做 知见立知 贤富就是回归 涅槃妙心 贤富就是回光返照 转过来转回来 叫做贤富 所以知见贤富 众生就是有知有见 佛无知无见 就是不立知见的意思 叫做知见贤富 众生的知见 往外奔 佛菩萨 知见 通通化为美容 所以知见贤富 就是回归到无知无见 一个人不 不头上安头 知见立知 就是无明本 佛菩萨知见不立知 头上不安头 所以知见贤富 就是无知无见 就是涅槃妙心 观世音菩萨 正得无知无见 不立任何知见 正得金刚三昧 能起无知无妙力 能使众生涉入火难 火不能烧 视为无畏 诸位 观世音菩萨 我们一定要认清楚 当你发生火灾的时候 当你在城市 发生火灾的时候 记得 先当119叫消防 消防族的奶 再念观世音菩萨 这个很重要的观念 不能只有念观世音菩萨 忘了叫消防 消防的奶 记得 第二 如果你在荒山野外 有个农夫 他在荒山野外 烧这个稻草 结果一放火 一放不可收死 不可收死 已经烧到隔壁田了 一下子 想到 虚乎的 要念观世音菩萨 开始认证念观世音菩萨 那么观世音菩萨 那么观世音菩萨 一块烧到隔壁的田 会被人家揍 要不然就罚钱 怎么办 人家隔壁龙座 好好的 你在这里烧到隔壁 念念念念念 后来人家看到一大堆烟 怎么样 别人 别人替他 打119 请那个消防局的来 他一直念那么观世音菩萨 那么观世音菩萨 念大悲咒 他还力量更大 他家念大悲咒 一直烧起来 一直念大悲咒 人家那个消防车的脊梁 你家这一个念大悲咒 洗了 水一滴水都还没有喷 洗了 不可思议 所以要记得 第三 观听玄富 能使众生设为 设为 设为谁所飘 水不能腻 设为无畏 什么叫观听玄富 就是我们的众生 听就是能听的耳朵 耳根 听着外面的音声 众生听外面的音声 就被迷惑了 现在怎么样 挥过头来 转过头来 这音声到底从哪来的呢 从耳根来吗 找不到 从外面的境界 也找不到 找不到起源 耳根是无声 怎么样子呢 那么 外面音声 也是无声 找到一个声 找不到 可是一年 声音就显现 耳根就听得到 颜声就是无声 原来万法都是无声 颜起就声 颜声就是无声 原来清静自信 都在颜起里面 六根不可得 境界不可得 身心俱如幻 身心就像幻化的一样 颜声音声出来了 这个音声 你实在去找 找不到一个实体 也找不到来处 也找不到去处 颜起就现 这个 这个就是观听 悬赋 就是正的自信 能使众生 色为水所飘 水不能溺 色为无畏 第四 断灭妄想 心无杀害 观世音菩萨 断灭了妄想 心当然不会残害众生 我们要有些菩萨 不能残害众生 能使众生入一 落叉鬼国 鬼字灭恶 四为无畏 第五 心文禅文 所以这个文 后面加一个字 就是性的意思 所以文 心文就是 用本性修行 用文性修行 心息久了 全部都变成本性 记得 用不生不灭的 清净心修行 不要落入意识形态 不要落入语言 不要落入文字 心文成文 就是心这个文性 变成清净自信 六根消负 六根就是指意识形态 这些意识形态 统统化为没有 同意生听 就是像阴神一样 就是正如自信 就是阴神 正如自信 就是六根 就是六成里面 不必找 他是不饿 承治生灭 自信不动 能使众生之当 被害者 刀刃所加 断断则坏 事为无畏 有人伤害你 断断则坏 事为无畏 第六 文心精明 明骗法界 众生 虽被要叉 诸又按着 来尽其策 然菩萨之精明 能使要叉之目 受明夺 师父解释一下 文心精明 就是熏悉 文 这个文性 一直熏悉 精明 就是见性 这个见性 要明骗法界 这个大智慧 光明 清净至周边法界 就是处处见性的意思 明骗法界 所以你哪里念 观世音不上 观世音不上就降临 众生虽被要叉 诸又按着 来尽其策 然菩萨之精明 能使要叉 指目受明夺 他眼睛睁不开 受到菩萨的光 要叉 看不到 害不到众生 只不能 是 事为无畏 所以记得 念观世音不在家 即是 出家也好 师父主张 念一万生的阿弥陀佛 要念五千生的 南无观世音菩萨 要这样念 比较好 第七 阴性元宵 观听返路 什么叫阴性元宵呢 阴 就是外面的尘 性 就里面的清净至性 外面的尘 跟里面的性 是不二的 就元宵 原来不离当处 真如 就是不离当处 观听返路 这个声音 不跟着跑 回归到真如自性 能使众生 尽系等事 不能着身 事为无畏 众生被捆绑 被困住 好好念观世音菩萨 如果你的婚姻 不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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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公每天打你 你很希望说 结束这段阴言 记得 好好地念 南无观世音菩萨 假设说 菩萨当然不主张离婚 不过菩萨 智慧有安排 智慧有安排 明天都打 早上打 下午打 晚上又打 半夜叫起来 打点心 这糟糕了 就很麻烦 第八 灭阴 延完 片身磁力 灭外在的生成 圆满了文性 灭外面的阴 外面的尘 圆满了清净自性 片身磁力 大磁力 是以众生 经以显露 如心坦途 所以你去登山 怎么样子 记得爬山 射水 划船 记得念观世音菩萨 或 欲二寇 智不能结 四为无畏 第九 文心离成 射不能结 心 这个清净自性 清净自性 尘就黏不住你 射不能结 就拟射 也不会伤害到 你的清净心 能使一切 性多盈之人 不生贪欲 视为无畏 第十 存因无尘 根静圆荣 中间一个句号 存因无尘 一个句号 根静圆荣 存因无尘 存因就是 因身 就是性显 因身就是 清净自性在显现 就像释迦摩尼佛 在讲经 释迦摩尼佛讲经 对不对 那个因身 因身就是 释迦摩尼佛 清净自性显现出来的 存因无尘 根静圆荣 能使怀愤恨之人 不生称惠 视为无畏 第十一 消沉 玄明 消外面的尘 恢复到 清净自性之名 叫做消沉 玄明 先就是回转过来 消外面的阴沉 回转过来 正得清净自性之名 能使一切昏顿 无善心之人 远离以吃暗 视为无畏 所以常念观世音菩萨的人 会开智慧 会开智慧 第二 容行复闻 行就指外 容外面 这行 包括色身相畏处法 容外面的色身相畏处法 复闻 恢复到清净自性 闻就是闻性 这行 虽然是指阴身 但是指六层的意思 容外面的六层 恢复到清净自性 以此无畏 因为正得金刚三昧 以此无畏的心 始祖无子众生 没有儿子的 欲求难者 想要生难 令得生难 十三 六根圆通 明照无恶 六根圆通 明照无恶 言而必舍深意 完全通达清净自性 不恶 就是根层不恶 性相不恶 理事不恶 心境不恶 不恶就是真如 万法介入 就是不恶 以此无畏 施主 无子众生 欲求你 则记得生你 十四 我一名 以六十二 黄河沙明等 无有益 为什么 我观世音菩萨 你称念 那么观世音菩萨 这个名号 有这么大的功德 跟六十二 恶沙明等 无有益 你念六十二 恶河沙 菩萨的名字 就跟念 观世音菩萨 一个圣号 一样的功德 当然我们就念 一尊 神得那么麻烦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 今天要唱这 那么观世音菩萨 一个是唱 观世音菩萨 一个是赞叹 赞叹观世音菩萨 所以等一下唱的时候 要很有感情 要很有感情 是不是啊 那歌词啊 写得很好 能使求福众生 但持我之名号 以彼于 既持无数菩萨名号之人 较量所得福德 等同而无异 事为无畏 那么底下这一段呢 就比较简单了 三十二印 出自任言经 为观世音菩萨 以往系无数 恒河沙节 有佛名观世音 就是观世音 以前还有一尊 观世音佛了 这个要搞清楚了 观世音 还没有成佛以前 又有一尊叫做 观世音如来 蒙比如来 就是观世音如来 不是现在讲的 观世音菩萨 就教导观世音菩萨的 那一尊叫做 观世音如来 蒙比如来 受以如幻 闻心 闻修 金刚三昧 什么叫如幻 就是万法不可得 什么叫如幻 讲得彻底一点 就是身心世界不可得 身心世界皆缘起 那么身心世界皆如幻 我们今天看了 我们今天看了好像有那么一回事 其实都是幻化的东西 没有一种东西是实在的 因为撒纳无常 撒纳变化无常 求其实体 了不可得 哪有来 哪有去 哪有真 哪有减 是不是啊 就像我们 陈文虫啊 我那个 逢脚大学同学 叫陈文中 陈文中啊 有一次啊 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 叫他 儿子 女儿 赶快 跪在佛前 九二一大地震 摇得很厉害啊 摇得很厉害 前家 大人念 哪有观世音菩萨 哪有观世音菩萨 他那个最小女儿不念 念啊 他的小女儿 人家念 哪有观世音菩萨 他就念 哪有观世音菩萨 差一个字 那小一点 哪有观世音菩萨 一个字就差很多了 根本就没有观世音菩萨 小女儿还不懂 底下 如幻 闻心 闻修 金刚三昧 这金刚三昧 其实就是指正定 就是佛定 嫩言大定 这是我们佛性的定 大策大悟的心 二六十宗都在定 叫做金刚三昧 同佛 慈悲 拔苦以乐 生成三十二应 入诸国度 画一切众生也 再做诸位 你今天如果你慈悲心 拿师父的VCD DVD 佛书 给人家看 我告诉你 你也是观世音菩萨 你也是观世音菩萨 这个观世音菩萨 有世的观世音菩萨 有理的观世音菩萨 世相观世音菩萨 就是说 极乐世界 狄狄切切 有极乐世界 狄狄切切 有一尊观世音菩萨 在救度世人 理上来讲 众生 福音都平等 我们的心 跟菩萨的心是平等 你只要慈悲心 你就是菩萨 所以要把佛法 正法传出去 你就是观世音菩萨 以下 那么入足国度 化一切众生 那么生教 欣喜 故业 闻心 闻耳 复修 叫做闻修 金刚有坚力之能 最坚硬的 比以三昧之力 能坏一切 不为一切所坏 叫做金刚 那么 印度化叫做三昧 中国化叫做镇定 所谓三十二印 立即如下 应以佛生 得度者 极限佛生 二位之收法 应以独结生 这个印就是 我们众生能感 观世音菩萨能印 印是指菩萨 众生能感 我们念佛希望感应 菩萨能印 感动 菩萨能印 那么读解印 读解 出无佛事 无私自物 顾名读解 那么第三 圆结印 就是佛在世的时候 听十二印言 而证悟的 叫做圆结印 那么第四 叫声文 佛在世 听闻世帝法 苦极灭道 而证得世国的 叫做声文印 第五 叫做凡天印 就是社界 出禅天的天主 第六叫做 第四印 叫做道立天主 道立 叫做三十三 一房大地 因为一房大地 那个地方分三十三个区域 所以又名三十三天 不是三十三成天 不是这个意思 是 第四天王 那个地方分三十二个区域 叫做道立天主 道立天 有无量无边的道立天 不是只有一个 观念要修正一下 简单讲 一房大地 第四天王 无量无边 第七 智在天印 就是一界第五天 第八 大智在天印 就是印大智在天 就是一界第六天主 所以不是只有我们 人间念观世音菩萨 这观世音菩萨 名号是很响亮的 所有的众神 天主通通要念观世音菩萨的 不是只有我们人间念 一界第六天主 第九 天大将军 就是第四天主之大将军 第十 四天王印 西密三妖 四天王 十一 四天王太子印 十二 人王印 第三 长者印 十四 居士印 十五 宰官印 就是当官的 第十六年 波罗门印 十七年 比丘印 十八 比丘尼印 十九 优婆色印 二十 优婆色印 优婆色 大家都知道 居士男 优婆色就是居士的女 居士女 女众 二十一 女主印 一切的女众 二十二 同男印 二十三 同女印 年纪 小的 同男同女 二十四天界 天印 天龙八部 二十五 就是龙印 二十六 妖叉印 此戏反语 又名夜叉 中国话就是永剑 永剑就跑得很快了 二十七 前达婆印 前达婆 就是香阴 就是地势的夜神 他不吃饭的 他闻香 他闻香而饱 所以叫做香阴 你在点香 他前达婆就到 前达婆就到 地势的夜神 可惜他咒的夜 我们听不到 乃他有咒这个夜 供佛的 所以师父一直想想把这个佛教的音乐 融入 这个佛法 所以我们今天唱观音灵感歌就这样子了 二十八 阿修罗应 阿修罗 不是阿罗汉 弄清楚 有个居士 不懂的 阿修罗 写信来 告诉师父 我常常生气 我真是一个阿罗汉 我跟他话差 阿罗汉哪会生气的 阿修罗跟阿罗汉 这差十万八千年的佛教名词乱用 我真是一个阿罗汉 话差 你不是一个阿罗汉 你是一个真正的阿修罗 二十九 中文叫做疑神 又因人非人 人非人 头上有脚 像人 也不像人 三十 魔侯罗切印 中国话 叫做大腹形 哎呀 肚子大 头小 用这个 肚子走路 就是大腹形 左边是一个虫 有的人 是一个肉 大腹形 有的人 他旁边是一个 就是用腹部 因为蛇他没有 没有手也没有腿 没有脚 是不是 就是用这个身体 弯弯弯 也就是大 蟒蛇也 三十一 就是人应 三十二 非人应 非人 就是鬼啊 畜生之类的 第三 八难 这指不得意佛 就是碰不到佛法 不得意佛 不闻正法 这八种障难 诸位啊 没有听到佛法的人 是很辛苦的 师父重复再讲一遍 今生今世 没有听到正法的人 是大不幸 还不是普通不幸 叫做大不幸 不知道生命是什么 也不知道怎么安排自己的生命 一天只知道吃啊 喝啊 玩乐啊 就这样 像今天呢 电视报得的 台湾呢 那个鸟人 鸟人 什么 哦 做了很多的 大的工具 变成鸟啊 穿上去 然后跑跑跑 掉到水中 你看过在电视上 掉到水中 然后做了汽车啊 鸟啊 蝴蝶啊 弄一弄弄一弄 掉到水里面 看谁 飞得比较远一点点 每天都搞这个 做那个披萨 多少卡车 做一个披萨 做香肠 那个大到吓死人的香肠 搞啥 搞什么东东呢 弄完了不是又切一切 大家又吃了 大便拉出来吗 何必又这么麻烦呢 人为什么活得这么无聊呢 时间这么多呢 为什么不好好念观世音菩萨呢 我告诉你 众生不懂的佛法 就会搞这个 就一定要搞一点东西啊 日子才能过啊 底下啊 我们啊 出生到八个地方 就完蛋了 就很麻烦了 第一个 跑到地 这个念难啊 不是第一难啊 不是第一难啊 要念第一难啊 八种障难啊 在地 一天到晚都受苦啊 你怎么听经文法呢 你没办法听经文法了 第二 就是恶鬼难 恶鬼难 第三 就是畜生难 你投胎这三恶道啊 很玩啊 第一 没办法 听文正法 恶鬼一天到晚痛苦不堪 畜生呢 人家一天到晚要杀 大的动物要吃小的动物 你根本没时间 你讲佛法你也听不懂 第四 在长寿天难 所以我告诉你 不 请问不要投胎天人啊 投胎天人你不是要高兴 你要哭啊 你会哭得很惨 什么叫做长寿天难 就是你的说明很长很长 好久好久 一想死都死不了 不会死啊 太医生说 我怎么这么久不死 我趕快要死 投胎转世成人 我赶快要死 投胎转世成人 好好写佛 成佛来极乐世界 可是没办法 你一下子 投胎长寿天 你麻烦大了 想死你都死不了 要经过好几千节 死了 再来转世成人 转世成人 佛早就不在了 也没有人讲经说法 第五 在边地的御丹那 御丹业 那 御丹业就胜处 你投胎不了胜处 生此处则 其人受千岁 命中 命无中夭 就是你啊 御丹那 你生不了在这个 书上的地方 生长在有佛法的地方 经济好的地方 文化的地方 经济文化 有一个大陆 有一个写信来 他听闻了佛法 听闻了佛法 很感谢师父 可是佛法的名词不懂 他就写信来 说 哎呀 中国男生 中国男生 意思就是说 我生长在中国 太幸运了 又听到佛法 意思就是说 生长在其他的国家 没什么了不起 美国也好生 欧洲也好生 就是中国大陆男生 写信来 我跟他画一个叉 中国不是这个意思 中国是 反过来讲 是指文化 经济 佛法的中心 叫做中国 不是中国大陆 那个中国 佛经不是靠你自己 乱解释的 所谓中国男生 是指文化中心 经济中心 佛法 正法的中心 很难生 碰不到 什么中国大陆男生 那我们生长在大陆 不 台湾不就惨了吗 哎 不是这个意思 底下啊 说在边地的 异丹业难 异丹业 异为胜处 身持住者 其人受千岁 命无中夭 贪走享乐 而不受教化 事与圣人 不出其中 欧洲美洲 你看 那个物质条件很好 就没有什么活化 欧洲美洲 就这样子啊 太享受了 不得 见佛文法 第六 盲容 阴雅难 比如说 盲啊 就是 眼睛看不到啦 耳朵龙啦 阴呢 就是说 哑巴啦 阴雅 就是雅巴啦 这些 就是一种 障难 看不到 听不到 那有的 又聋又雅的 那没办法啦 学习很困难 哪像在座诸位啊 是不是啊 又可以听经文法 又可以看菩萨像啊 第七 四字变冲 四字变冲 上面写三个字 所知障 就是世间自己认为了不起的 这些 政治家 写者啊 这些 都自己认为很不得了啦 人家都不能一记 跟他看法不一样的 这 所知障 就是 所知道的知识 变成一种菩提的障碍 再讲一遍 就是所知障 所知道的 意识形态的 种种的语言 文字 观念 有的文章写得很好 有的很会演讲 有的诸作得很好 这些都是世间法 而这些世间法 又自以为是 所知道的这些知识 障碍了菩提的心性 自己认为自己很心 所以 佛法无关于邪力 佛法也无关于文字 误得人解脱 佛法无关于邪力 佛法无关于文字 佛法无关于 这些 语言 第八 身在佛前 就是佛出世 以前 佛后 佛前佛后 佛还没有出世以前 出生了 没碰到佛 佛出世 佛灭度以后 佛后 就是佛灭度以后 我们今天就是 八难里面的 第八难 佛后 佛后 但是我们今天 是最大的幸运 还出现一个慧礼法师 还不错 谢谢 谢谢 这样给我鼓励就有必要了 对 感谢 我们现在呢 休息十分钟 师父要去洗手 洗个手 上个厕所 来 我们唱个两遍 做佛地职 不能落跑 落跑 我打电话叫 观世音菩萨不保佑你 你试试看